你是不是常常听别人说 做一门线上课程就能够打造持续的被动收录 但问题是到底怎么开始 需要准备什么需要懂技术吗 简直影片我会一步一步的去教你 逻辑创建出你的第一门线上课程 而且你不必担心技术上的问题 因为我会用Kajabi 这个我最推荐你使用的线上课程平台 做出实际的操作演示 去展示给你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这一切 Hi,我是Grayson,这个频道主要翻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去创建你的线上课程 并且这个线上课程在推出之后是有市场的 是会有很多人想要去购买的 那么你需要遵循以下的五个核心的步骤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你需要去找到合适的课程主题 那课程主题它是成功的基础 你需要找到你最上层的领域或者是他人最需要的技能 比如说你是否有解决某个问题的独特方法 有专业支持是否能够转化为简单的教学方式 那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写出来你最擅长的三件事 并且你去回答这些内容是否能够帮助他人去解决问题 你也可以使用谷歌趋势或者是相关的论坛 去看一下哪些的主题是比较热门的 是需求度比较高的 你也可以聆听一下你的朋友同事 或者是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提问 你去看一下你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哪些问题 比如说我知道游民设计师他有教导 逻去使用Canva去创建品牌的简报 结果吸引了大量的新手出现者来购买这部课程 第二个步骤就是规划课程大纲 一个好的课程结构它是清晰并且有逻辑的 能够带领你的学生去了一步一步的去掌握这个方法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你规划课程大纲的时候你可以采取以下的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将你的主题拆分成几个核心的章节 让每个章节集中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条件 第二就是每个章节内你去包含三到五个短小精悍的单元 去确保学员能够去快速吸收 你可以想象的学员是一张白纸 他们最需要学习的步骤是什么呢 然后试着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增加内容难度 你也可以在每个章节背后去添加一个小的测验或者练习 来帮助你的学生去检验他们的绥静度 那假如你的课程是如何在30天内提升写作能力 那大纲就可以试 第一章节认识写作的基本要素 第二章节如何设计有信用力的文章开头 第三章节写作流程与时间管理 第四章节编辑与修改的秘诀 下个步骤就是设计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是你最核心的产品 如何让你的内容既有价值又可以吸引到学生呢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策略 你可以使用混合多媒体 你使用视频教学让学员看到具体的操作过程 提供PDF指南去方便学员下载和重温重点 加入音频内容 例如课程要点的播客形式去跟学员边听边学 你也可以设计互动元素 加入练习题或者是情境的模拟 帮助学员将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情境中 建立讨论区让学员之间互相交流 提升学习动力 如果说你没有影片拍摄的经验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采用PPT 并且是录制荧幕录制你的声音 去来完成课程的制作 这样对于你初期的创造成本来说是比较低的 并且也是能够保证一定的专业度的 下部就是上架还有设置课程价格 当你准备好课程内容之后 接下来就是你需要去如何去设定价格 并且去方便你的学生金购买 那关于为你课程去定价 我有以下的几个策略 我也把课程去分为三个类别 首先第一个类别就是入门课程 那入门课程呢 它是一个起点 你在这里去帮助你的学生 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 开始并且启动他们的动力 入门课程通常是在两个小时以下的 它的定价通常是在100美金到200美金 焦点课程 那它通常是深入探讨一个主要的领域的 来帮助你的学生在这个领域里面 实现非常具体结果 学生一般需要去学习4周的时间 那焦点课程它定价一般为200美金到500美金 招牌课程 那招牌课程是你的完整全面性的系统 可以实现学生的全面转变 那通常是9周的时间 一般定价为500美金到2000美金 那如果说你使用Kajabi的平台 它会提供给你不同的付费方式 比如说一次性支付分期支付 或者是订阅制支付都是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Kajabi还有内建的付款系统 能够让你学生轻松完成付款 不需要额外的设计 下个步骤就是宣传 并且吸引低批学员 在你做好你的项客证之后 那接下来一个挑战就是 你需要去宣传 并且吸引到低批学员 那有几个策略你是可以去使用的 第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建立免费的试学内容 比如说你可以提供课程的一小部分 让学生免费的试学 去看一下你的教学方式 以及提供的教学价值 第二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去利用社交媒体 或者是电子邮件进行推广 比如说你一个YouTube频道 那么你可以做一部YouTube影片 从中去宣传你的项课程 或者是你有邮件列表 那么你就可以透过发送邮件的方式 去来告诉这些人 你是有一门线上课程的 这门线上课程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以及适合哪些人 你也可以采用合作联盟使用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一些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 让他们来帮助你推广的线上课程 他们能够从中去得到一些佣金 你也可以使用预售的策略 比如说在你正式开始出售你线上课程之前 你先推出一个早鸟价格 就先收到一些早鸟订单 这样就能够增加你课程在推出时候的影响力了 那这Kajabi里面 它是有内建的销售页面 还有电子邮件营销系统的 能够帮助你去打造专业的推广渠道 并不需要额外的工具 刚才我说到了五个步骤 那你可能会想 这听起来好像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 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工具吧 其实透过Kajabi 只需要你使用这个工具 就能够完成以上的一切 接下来我就具体展示给你如何操作 那现在我进入到了Kajabi界面里面了 在左边会展示出Kajabi提供的各个功能 如果说你想要去创建现象课程 你需要选这个Products 然后右边你需要创建一个New Product 这边Kajabi会提供六个它的核心的产品 现象课程 博客 社群 咨询教练服务 电子报 数位产品 那这边我选了Course 创建一门现象课程 然后选Get Started 然后你可以加入你现象课程的标题 你就可以看到右边这个界面上面 它就会更新这个标题了 然后在底下加入现象课程一些简单的描述 你可以现在添加或者之后添加都是可以的 那就可以看到在这里下就更新了我现象课程的描述了 那Kajabi它有个AI功能就是 它能够根据你输入的标题还有描述 去帮助你去生成课程的大纲 如果说你需要这个功能你可以打开 那这边就不打开了 然后可以选择Next 这边呢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个界面它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就可以看到这个按钮就变成紫色的了 然后可以修改这个背景的颜色 就可以看到修改了这背景的颜色 然后呢你可以上传你的课程的缩图 你可以现在上传或者之后上传都是可以的 那非常快速的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进入到了课程的编辑界面里面了 这边已经帮我提前预设好了一个章节 然后章节里面涵盖了一个课程 那如果说我想创建一个新的章节 我可以选这个Add Content 然后选这个Mojo 这边输入章节的名字 然后选创建CreateMojo 你就可以看到我创建了一个新的章节了 那如果说我想在这个章节里面 加入一个新的课程 我可以选这个Add Content 然后选这个Lesson 然后点击创建 那就可以看到我就创建一个新的课程了 然后可以点击进入这个课程 那这个就是你要去上传你课程的资料的 你可以上传文字的信息在这边 那也可以在这边去添加你课程的影片 以及呢添加课程的音频 那底下有个Downloads 就是你可以添加你课程的PPT 或者是其他辅助的课程资料 那底下还有自动化系统 那如果说你想去发布这个课程 你可以点击这个Published 以及呢你添加这个课程的缩图 那就可以点击Safe了 所以总体来说 你使用Kajabi去创建的课程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依据这个步骤 你创建章节 然后在章节里面再创建一个小的课程就可以了 所有的操作都是十分简单的 那你需要去保证 你所有的章节它都是发布的 以及呢课程也是都是发布的状态 你可以点击这个眼睛的标志进一域来 那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课程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做完的课程是怎么样的 这是我的一门课程 它是这样子的 左边呢就是你课程内容 这右边你是可以添加你自己的信息的 那当我点击进入到一个课程之后 你可以看到底下是课程的文字信息 这边呢是影片 右边学生是能够快速的去切换不同的章节课程内容的 然后这底下就是学生可以去下载的课程资料了 那在我们课程创建好之后呢 就需要去建立出一个offer 那学生是能够透过购买offer来去购买你的课程的 那在Kajabi里面你需要选择Sales 然后选择offer 然后呢在右边选择这个New Offer 你可以给这个offer去加入个标题 并且呢你需要选择这个offer里面包含了哪个产品 或者是多个产品都是可以的 那这边我就交入一个标题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offer里面包含怎么样的产品 可以是你的一个课程一个会员社群 或者是一个课程加上其他内容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继续了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这个课程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那有三种支付方式 One Time一次性支付 Multipay分期支付 Subscription就是会员订阅制的支付了 然后你可以设定价格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支付方式 比如说Stripe 然后呢你可以再加上一个PayPal制度方式 就可以选择继续了 这边呢你可以修改一下这个支付页面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按钮它怎么样的颜色的 修改个颜色 然后这个按钮上面的文字都是能够更改的 以及呢你是否要增加其他信息 比如说你的客户地址 它的名字 手机号码等等 以及呢你可以增加服务条款 完成之后可以点击继续 那现在呢你就进入到你offer的编辑界面里面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Edit Checkout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最终的结帐页面了 你的客户会在这边去输入他的付款信息 去进行购买 那你需要在这几张页面里面去展示一下 你这个课程它是会提供什么样内容的 会帮助到哪些人 这些相关的信息你是能够放到这边的 当你点击这个文字之后 你可以在这边去输入相关的信息 这样呢你的客户就能够在这个页面上面去完成课程购买了 那如果说你要创建一个你课程的销售页面 你就可以使用Kajabi去创建一个landing page 那比如说我的一门简易的课程 这个就是我使用Kajabi去创建的一个销售页面 去展示出这个课程它的信息 这样呢是能够帮助你潜在的客户 去快速了解到你课程的信息的 以及呢会提供给他们付费的方式去让他们点击购买 比如说他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在这边呢就能够进入到一个结帐页面里面 就能够快速购买了 如果说你想使用Kajabi去创建一个登录页面 你需要首先选择website 然后选择landing pages 在右上角选择new landing page 那你可以看到在Kajabi里面是能够提供给你很多的模板的 你是能够直接去修改这些模板的 比如说可以使用这模板 那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这个模板的信息 你可以选择get started 然后给它一个标题 然后选择创建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就进入到了Kajabi的网页编辑器里面了 那它的界面很简单 左边呢就是不同的选项 然后右边呢就是展示给你页面具体的样子 页面的信息你可以直接选择 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修改 那你可以看到我就快速的修改了这页面上面的信息了 你想更改文字的风格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调整它的颜色 把它变红色 你就可以看到就变红色了 把它加粗 或者是把它变大 都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直接修改这个页面上面的信息 那如果说你要添加其他内容 你可以选这个add session 比如说你可以添加文字 添加图片 添加影片 添加你价格卡片 都是可以的 所以使用Kajabi去建立一个网页是非常方便的 并不需要你有任何的编写代码的基础 都是这种选择 然后去更改内容的方式 非常方便 那在你做好的课程 你的销售页面之后 你就需要去宣传你的课程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Kajabi的邮件营销系统了 你可以选了marketing 然后选了email campaigns 然后选了这个new email campaign 那这边呢有email broadcast 还有email sequence email broadcast就是你可以发送单封的邮件 而email sequence就是发送系列邮件 如果说你想去推广的课程 就选了这个email broadcast 然后选了继续 那在Kajabi里面呢 会提供给你很多邮件模板的 那通常来说 我是喜欢使用这个纯文字的邮件模板的 去给大家留个标题 想去边境的邮件非常简单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输入的信息 像就输入了相关的信息了 然后呢你可以对这些文字的风格进行调整 比如加粗 把它变颜色 都是可以的 那在左边呢 你可以添加其他信息 比如说添加图片 或者添加图片了 或者是添加影片 那如果说你需要调换位置 你可以选这个标志 把它拖动 那现在呢就调换位置了 所以呢在Kajabi里面 去转一些邮件 非常的方便 在选完邮件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立即发送 或者是选这个时间进行发送 在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日期 以及发送的时间就可以了 现在您知道了 罗继创建处的第一门向上课程了 而且有了Kajabi 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起来 如果你现在行动 你可以透过我的专属链接 去获得Kajabi第一年的50%的优惠折扣 请注意这是一个现实的优惠 从现在起到2024年的12月2日 你可以享受这个现实的优惠 而且你来能够获得 我赠送给你的Kajabi系统教程 以及和我免费预约30分钟的一对咨询 那如果说你过了这个期限 你看到了这期影片 想去使用Kajabi 你还是可以透过我的专属链接 就获得Kajabi30天的免费试用 会比公网提供的14天的免费试用 要来得更多 如果想了解 更多关于Kajabi的介绍和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种播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那支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进行关于网络创业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有很多个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